怎么可能会消失 要是大活人呢 还有那么多人守着呢 真的是一个人都不见了吗 当然是 若不是一个都不见了 自己还会这么的交集吗 是他 一定是他 燕凤良突然喊了起来 是他来报复我们了 是他干的 一定是他干的 是他要我绝号 所以就把人都给偷走了 他是谁 太后的心中自然是清楚的 只是他还是有些想不太明白 良儿 他并不知道这事是我们做的吧 不知道 若曾经没有用过影子杀手 那燕凤良还相信 皇帝不知道是谁出的手 可现在他却是没把握了 他不敢明的来动自己 那是因为他没有证据 所以他便用了这等卑鄙的手段 来对付他这个亲弟弟 没想到自己的亲娘还不相信 燕凤良怒火攻心 母后 您真的以为他有这么蠢吗 有这么蠢 才几年时间 那位子他能做得这么稳 当初我就告诫过你们 不要随意懂那些人 会打草惊蛇 可您根本就不听我的 非动不可 现在把实力暴露在他眼皮下 你还指望他不知道 哼 做梦 谢太后被自己的儿子这么一通骂 一阵的脸红 当初确实是他 太心急了 急着要除掉那皇后 所以他也就不管不顾了 可是 他当初不是也没办法吗 不动用那些人 没办法杀得了他呀 梁儿你先别激动 你听母后说 母后觉得不会是他 算了 母后中了皇兄的毒 她是不会相信自己的话的 燕凤良此时 心灰意冷 别说了 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反正你自己不信任我 这话让太后急切了起来 梁儿 母后这么认为也是有理由的 理由 什么理由 燕凤良冷笑一声 看着自己这糊涂的母后 哼 你不要跟我说任何理由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一定是他 我发誓是他做的 唉 这儿子可真是魔争了 他怎么就这么不信他的皇兄呢 他是借父生子之事 皇帝从何得知的 作为一个皇帝 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折子 那折子是堆满了案头 又有多少时间去管这些小事啊 跟他当一个贤王一样 这么的清闲吗 燕凤良刚登基的那两年 谢太后垂帘听证了一年 朝中大事有多少 他心中清楚得很 他不是不想当女皇 可是一来他不敢 二来呢 那些朝事确实繁多 实在是烦得不行 三来这边关太乱 他也当不了 儿子不理解自己 谢太后也很是无奈 王夫妻大火的原因差了吗 这几天下了雨 怎么可能会突然起火 几个刚怀孕的妾不见了 燕凤良根本就没有心思 去管那失火之事 此时被提起 他的脸色更加的难看了 不会是他 会是谁 母后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为了抓人 故意纵火 让我顾不上那里 王府想要被人纵火 那可是不太容易的 而且火势还那么大 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火雨一般 谢太后想不通 两二啊 就算真的是他 我们也没有把柄 奈何不了他的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